好,我们今天介绍那个Squitch Squitch就是你们之前过关的 过关的那个东西 那我们电脑 我们需要电脑先安装两个版本 这个是1.4是旧版的 这个比较小吃的是新版的 请各位使用新版的把它点了一下打开 那在打开之前 对,等一下 如果他问你要不要更新 我们先不用更新 你在那个打开之前 请你把你的桌面的解析度调整一下 因为我们学校这个解析度呢 不对,你们的解析度是不对的 有的人图很大,字很大 来,请你在空白的地方按右键 滑鼠的右键,然后荧幕解析度 这里呢,请你调成1280×1024 这个是我们学校电脑 JP电脑的解析度 最好的解析度是这样 那如果你家里是什么宽荧幕的 那可能就是1440×900之类的 你要自己去试一下 好,调好之后按确定,然后按保留 如果他有问题要不要保留的话 好,那这样子调好之后呢 再把你的Squatch2打开 打开之后,你会发现 这个积木的字糊糊的 好,那我们要把积木的字 变大一点的话,怎么弄呢? 你的那个左手,请你按着Shift Shift知道吗? 知道 左下角有一个向上的箭头 有一个SHIFT 那个按着 好,那个按着 哪里按着 那个按着之后滑鼠 移到这一颗地球上面 按滑鼠的左键 好,按了之后 他就会出现这个功能表 那上面呢,这个是选字型的 选那个国籍的 所以他这里有很多国家的语言 那我们中文是在最下面 正体中文在最下面 那不过他一开就是中文的 所以你这个不用改 好,那你要改什么呢? 你要改第二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是Sandphone Size 就是改变字的大小 因为这个字太小虎虎了 所以我们把它稍微改大一点 所以你选他 选了之后 大概13号以上的字 就会很清楚了 所以请你选13号以上 好,这是14号的字 好,这样就会蛮清楚的 来,请各位处理一下 好